次探军行,中共间谍船停靠澳洲战舰旁,澳洲皇家海军战舰阿德雷德号,HMAS Adelaide今在斐济苏瓦港停靠时有搜尾装成渔船的中共间谍船停靠在旁途,为阿德雷德号去年10月与贝利宾海军共同在苏比克湾执行任务。 澳洲皇家海军战舰阿德雷德号HMAS Adelaide今天在斐济苏瓦港停靠时竟有搜中国渔船,仅仅停靠在旁澳洲海军表示不排除这是一艘间谍船。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这艘澳洲海军所属的直升机登陆舰阿德雷德号今早在斐济苏瓦港停靠时,一艘中国渔船也跟着在苏瓦港附近停靠。 知情人士透露这艘渔船上的侦察设备相当齐全,不过却伪装成一艘补钓尾鱼,其余的渔船澳洲军方不排除这是一艘间谍船。 认为这艘渔船的停靠绝非巧合。 澳洲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也是退役船长的曼和尼克·Richard-Mantinic,对此则指出海军对船只的行动都是很敏感的任何中国船只或商船的停靠目的。 可能都有其他意图。